新北市政府对淡水沙伦海域的管理问题 引发了在地民众不满 通批市府剥夺民众清水的权利 而为了要求新北市政府撤除封锁线 以有效管理代替兼臂青野的高压作为 上周六有近百名民众齐聚沙伦举办的请问活动 希望新北市政府要重新检讨政策的方向 当时淡水政公司是委托民间救难团体在那边进驻 从星期到星期天每天都有人在这边住点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来讲 这个海域是完全零事故 但是到了升格之后 为什么政公司做得到 我们新北市政府没办法做到这个 而活动当天淡水区长也到场接受民众诊评书 区长也表示尊重居民发生的权利 而且他也会将地方的声音传达给市府高层知道 同时他也表示过去由淡水政公司管理时 沙伦海滩曾经创造过零事故的记录 也希望新北市政府能够参考以前的做法 调整目前对沙伦海域的管理政策 站在公所的立场 我希望第一个 污水处立场的污水排水管 能够往西侧 请市府重新检验水池 第三个 把靠公式田西跟靠东侧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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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中间是一个非常平坦的一个 三十百公尺 长的 这样的一个沙滩 我觉得 其实它有 机会成为一个 很好的 市民清水的海域 市府多次用危险海域没有开放空间为由 坚持要在沙滩上设下封锁线来封锁海滩 而对此 区长也表示 已经有多组救难团队愿意在夏季注点来维护海域安全 也希望市府能够重新调查海域环境 不要只是一昧地用封锁线这种消极的态度来进行管理 记得全部为淡水采访报道